说到气候的问题 昨天晚上8点半到9点半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乡镇 或者是办公大楼突然间陷入黑暗 请不要怀疑是社区停电了 这是公家机关或社区人士 响应地球一小时的关灯活动 全球188个国家超过18000个世界地标 共同响应减少能源消耗 唤起大众以实际行动应对全球变暖的意识 香港维多利亚港幻彩夺目 是全球排名前三的最美夜景 昨天晚上时针踏入8点30分 璀璨灯光渐渐转成昏暗 最后熄灭 东方之珠难得暗淡多了一份静谧 台北101是台湾 响应地球一小时活动的领头羊 根据台湾电力公司统计 这一小时的活动成果非然 全台节省了11万度电能 等同于减少了大约6.1万公斤的碳排放量 创下避免新高 法国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 无论是近看或远眺 日景夜景都是赛纳河畔最亮眼的明星 这个国际地标用行动表达支持保护地球的责任 激发大众对气候变化等环境课题的思考 在德国柏林的博览灯堡门前 一群环保活动组织突发奇想 用自行车发电机 办了一场户外电影欣赏会 我们在这里为观察人们 关于生物的责任 我们在我们的车子上 会给我们的力量 能够看短片的电影 宏伟的意大利罗马竞技场 也担任起作为地球公民的责任 从本体出发 吸灯一小时 减少能源消耗 实践节能减碳 我一个自然的自然 我爱泳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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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照片 我爱照片 所以我很多在地球上 我都知道世界上的温暖 和所有的危险 和世界上的温暖 您错过了昨天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吗 为了家人 朋友和地球更美好的将来 今天起就开启您 每天至少60分钟的环保行动 让绿色生活行为模式 成为您爱护地球的证据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